我以為父親還以為父親規定能夠接待他 但是沒想到那個父親看到那個兒子 就連忙跑過去連連給他擁抱給他親吻 還告訴他所有的仆人 我的兒子回來了 我的兒子回來了 你把他穿上穿好的衣服 穿好鞋子 戴上項鍊 然後我們再把家裡的一套牛給攢 然後大家辦一個很大的宴會 來慶祝我這個兒子 死而復生 失而復生 這時候他大兒子知道我就很高興 說我這麼孝順你 這麼多年你都沒有給我攢一頭牛吃 讓我可以快樂快樂 那個小兒子這麼不孝順 他花了你所有的資產 然後現在穿著叮噹槍 然後跑半個這裡來要飯 你卻為了他把家裡的最好的牛給攢 這是為什麼 然後父親就跟他說 這個因為大兒子 你和我在一起這麼多年 一直在我身邊 我的所有的都是你的 但這個小兒子 是死而復生 失而復生 失而復生 我們大家一定為此歡喜快樂 這故事不是我說的 這故事是耶穌說的 而這個故事 說 耶穌說這個故事的時候 也不是單單只講個故事 他講的是我們所有的人 身上所有的人 所以說 擺在我們面前 有一個人生最重要的選擇 我覺得 大家 不管是現在 過得非常安悟 還是現在有很多的故事 最終有一些 我們會 當我們在遭遇困難的時候 我們會明白 但其實我們人生中 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 就是老父親 就是我們其實都是兒子 而那個父親 那個天父母 都一直站在我們邊上 都一直在我們 等待我們回來 所以說 我們 我對大家的念念 就是說 無論看到什麼困難 都想起這個 老父親和小兒子的故事 就是當他看到困難的時候 學會 怎麼樣做出這個選擇 然後 做出這個選擇之後 有非常 非常 多的好處 其中 有一個最好的好處 寫在我這個称上的範圍 不讓大家喊 大家之後都會知道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Ja who 我也是經歷了這樣最標準的政策 我也是一個 我想是一個好好學習的學生 一直讀最好的學校 在大學也讀最好的專業 本科畢業之後 再順利保研繼續讀我們學生的優勝 可是讀研的時候 我開始覺得很多事情不對了 好像和我所被教導的 和我所想像的都不一樣的 比如說 比如說教授 教授好像並沒有花很多的時間 在教學上 而是總想著怎麼開工資陣情 或者是那些學生 貼事業也好、設計生也好 他們也不是很專注於自己研究的東西 乃是就是可能為了要發論文 要畢業而去發論文 可能一個公司 以前的論文改 改一點 就變成一個新的論文 還有我們要讀研究章的時候 要做很多真正的項目 去排項目的時候 好像要不要照表了 可是又不是按照自己 不是按照看誰 真的是有本事 真的是有技術 而是也需要很多的經歷去喝酒吧 搞這些東西 然後 而且那些 本應該是 嚴重身教的人 但是 我卻覺得 他們並不是我想成為的人 等等這些 讓我感覺有很多形式主義 嗯 沒有 缺少了真誠 對自己做的東西 做的事 缺少了真誠 人與人之間也缺少了真誠 那 我就開始 對我的未來有一些擔憂 難道我就要這樣水波逐流 難道以後 我工作 也是要受苦 在這樣的 權力之下 是我自己並不認同的權力 我覺得 我受苦過去 我不能說服我自己 讓我自己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就 每天像小米桑一樣的 糾結和抱怨 然後 所以 我就 非常非常非常糾結和痛苦 我就在想 這些人都是 精英 社會的精英 都是非常有素的人 難道是他們墮落了嗎 還是說 這個社會的規則屬下了問題 還是說我自己有問題 那 如果說這個社會的規則有問題 為什麼大家都去 forward 如果說我自己 心裡所想的是故意的 那為什麼我沒有看到任何人 去做起那個對的東西 所以 兩年之後 我就放棄了 我即將拿到碩士學位 我就來到美國 重新讀碩士 我也偏不知道 來美國以後的生活會是怎樣 但是 我就想說 希望有一個改變 那來到美國 身後也是教會的 Hospite 你接待了我 那三天以後 我們就來到 周五的環境 當時是在一個 在我們舊的教會 在一個憋覆的小鼓洞裡 我們看見了幾棟聽話 會就不看 然後 燕子裡有兩個人 木頭橫在地上 就當凳子給大家做 然後我就在想 我說 我來做地毛 為什麼美國有做不破的地毛 然後 可是地毛雖然很破 但是教會員的人 真的是 非常非常喜樂 有很多歡聲笑語 他們對我們真的是 很關心 也很 很愛我們 就 幫我們很多 要幫助我們很多 真的是 在他們的臉上 我看到的是幸福 是喜樂 那我們也跟他們一起 在教會長大美式 學生經 每次從教會回去 真的都覺得 心情很好 然後那個時候 學業壓力非常的重 但是我們還是願意 周五來到教會 也就覺得好像 出面一樣 周五來到教會 心情變得非常好 然後經過一周學業的 心情到達五里 然後又到周五了 然後又來出面 那這樣 一周一周的 就覺得這樣 是一個 我們很 很願意的狀態 雖然我們對 他們的信仰並不了解 但是 但是我們很喜歡 跟教會的人在一起 就覺得他們身上有很多正能量 真的是跟他們在一起很開心 那 漸漸的 因為我們有差距 那 漸漸的就有一些經文 很出動我 雖然說 好像跟我們以前 所覺得不一樣 但是讓我感覺 更有道理 更有智慧 讓我覺得非常的扎心 比如說 我有禮拜在一起 比如說 我們都是吃過 我們中國人都是吃過 我們很 我們吃一個美食 我們很高興 或者甚至 為了也吃一個美食 我們可以開去很遠的路 但是聖經上說 人活著 不是當套食物 乃是套神 口裡所說的一個切話 那 我也不知道這些 還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覺得 好像很有道理 因為人活著真的 不是當套食物 那我也是一個 非常愛吃肉的人 就是 那他聲音 他又說 吃醋菜 彼此相愛 強烏吃肥牛 彼此相恨 這個也讓我非常扎心 雖然我很喜歡吃肉 但是我覺得 哇這句話說的 真的太有道理 太有智慧了 還有 比如說 像在中國 大家都網上掙錢了嘛 要賺更多的錢 還要追求更多的錢 有更好的生活 或者說 要當作炫耀的資本 但是聖經上說 要緊身自首 免去一切貪心 因為人的生命 不在於家道的豐盛 讓我也是覺得 哎 如果中國人都知道這個 那一個社會 可能會美好很多 那以前我們學的是 極左無欲勿視音樂 就是自己 不喜歡別人對你做的 你也不要對別人這樣做 我覺得這做起來 已經很很很很 很不容易了 但是聖經上說 你願意人怎樣待你 你就要怎樣待你 哇 這又是更大的一個經濟 不是說 你不要做什麼 哪一說你要做什麼 我們想想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說 你願意人怎樣待你 你就怎樣待你 哇 那這個 我覺得這個生活也沒有問題了 這就是 天堂在世間的感覺 是不是 嗯 還有就是 我們以前學的是 一眼還煙一牙還煙 如果別人要對你有不好 那你要報仇 報回去對不對 因為人家打你選擇 你也得打回去對不對 可是聖經上說 要愛仇敵 被逼迫你的禱告 我想 哇 這誰能做的 這都沒有人能做的 沒有人能靠自己的能力做的 可是 這真的是 這是核冷的一種 這真的不是人能做出來的 真的是一樣 那 比如說 我們 因為我們 學業都 非常的壓 在這邊的學業壓力非常的大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學了 每天趕作業 趕報告 真的是 睡一個自然醒的覺 那都是奢侈 那可是 我們去拉回來後 看 那些 海事的海報 看到那沙灘 在沙灘上 一坨一坨的懶容 在那裡 晒 晒太陽 睡大一覺 睡到 天荒一老 要麼就是睡不睡飽的 就游到海裡去游泳 玩耍吃海鮮拔貝 他們 既不用寫作業 也不用感動到 居然有這麼美好的生活 讓我覺得 我還不如一直喊到 可是聖經上說 都不受了 你們看天上的飛揚 也不重也不收 也不繼續在倉裡 你們的天賦上去養活他們 你們難道不比飛揚 貴富多多嗎 真的是 這是何偶拿會 那我們 都要追求智慧 尤其是我們已經來 尤其來美國修復的人 肯定都要追求智慧 可是 聖經上說 多有智慧做多有仇法 智慧人的意念在水上 也只希望你 哇 這給我 很多反省 讓我 也反省